好的,对于身心障碍者或是失能老人的辅具申请 过去的流程是必须由民众向新北市辅具支援中心 或是新北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来提出申请 一连串的流程必须要有27个工作天 但这对民众来说有急需的迫切性 新北市简化了流程,当天就可以完成 我当天是一点多打的 可是我4点钟的时候就接到评估员跟我联络 问我人在哪里,他想过去评估 真是超音速耶,真的是超音速 新北市首创辅具超音速计划民众提出申请 经过辅具中心确认符合辅助资格 还有完成评估后就视同为核定 即可最快在一天内拿到需要的辅具 破除过去27天的行政流程 让个案家属大为肯定 另外传统的固定式助行器缺点很多 容易让使用者感到手栓腰痛 市府要推动轮转超驻行的服务 加装驻行器轮管和刹车套管 让更多生障者还有老人家行走更便利了 不外的卢文子的用